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終止看門道我是安竹哥 中華之棒34年7月份精彩好球不斷 下半季也重新展開新的競爭 同時也有一些花絮鏡頭 請看我們整理播報 7月3號上半季最後三比賽 新莊統一副邦之戰 七局下半副邦一出局壘善無人 高國林打擊面對投手古林瑞陽 兩號一壞之後 擊出三壘方向滾地球 三壘手潘傑凱接到球之後 傳一壘刺殺出局 只不過高國林回擊完之後 起步右腳沒能穩住重心 最後跑了三步就不該跌倒在地 起身後只能尷尬的慢跑 只不過那個男人又被叫出來了 當年比賽球評鄭錦毅立刻說 話還沒講完 導播馬上給到林毅全鏡頭 死了球賽播報員和球評兩個人忍不住大笑 只見林毅全一臉輕鬆的微笑 原來上個月6月22號桃園試園站 9局上半林毅全打擊 打出你也滾地球遭到刺殺 但大家焦點都在林毅全欺步成鋪的糗事 結果事發不到半個月 這次林毅全從當事人變成目擊者 只不過導播你也太壞了 馬上就給到林毅全鏡頭 難不成又要神拳彈下來嗎 7月3號統一副邦之戰 3局上半師隊展開攻勢 攻下一分後兩出局一三類有人 半接開打擊面對投手李子強 1號3壞之後擊出中右外野的安打 副邦中外野手戴云貞 分力地跑過去滑街 只見在他滑心時 球就好像足球射門一樣 被他踢往右外野 同時右外野手周佳樂已經跑到他後方 右外野沒有防守員 戴云貞只能立刻趴起來跑去撿球 10的4隊雷上兩位跑者 趁機回來得分 戴云貞顯得相當懊惱 7月1號新莊圓幫站 3局下半副邦一出局 2壘友人 王宇琛打擊面對投手陳柯一 球出2號2壞 陳柯一看他暗號時 身體有微微晃動前傾 然後又停住 此時副邦總教練邱昌榮 走出休息室提醒主審 但主審江春瑋不予理會 直到這球投出後 邱昌榮走向主審抗議 對於陳柯一在看他暗號中 身體突然做出的微微前傾 他認為已經構成投手犯規 但場上沒有任何裁判 覺得這樣的動作構成犯規 我們也對照了2018年4月25號 桃園幫援戰機局上半吳曾哲 面對蔣志賢的動作 當時吳曾哲看暗號時 右手微微抬起 然後又中段停止 此時主審楊重輝立刻抓投手犯規 而這個規則判定 依照中華職棒聯盟規則 5.07A2中寫道 進入固定式之事後 任何與對擊球員之投球有關之自然動作 皆得允許 但不得中段或變更 應連續完成投球動作 因此陳柯一這個身體微微前傾動作 讓邱昌榮總教練認定為投手犯規 進了出來抗議 只不過場上4位裁判 可能不認為陳柯一的動作 算是中段動作吧 7月2號桃園試驗站 5G上半師隊展開猛烈攻勢 攻下3分後 一出局攻佔滿壘 羅偉接打擊面對投手萊芝奇 兩壞球後 四封訴求打成右半邊借壞球 指劍球直接打到休息室旁邊攝影桃溝 直接彈進爆射記者的單眼大砲 指劍球在砲管內酸了一圈後滾出來 這位記者於是檢查設備 看著一旁的彪哥相當擔心 心腦檢查過後設備沒有大礙 也讓彪哥選擇的心放下來 因為上半季5月21號花蓮出站位權 8局上半師隊兩出局二壘友人 凌辱接面對陳冠偉 兩號球後擊出本壘後方借外飛球 只見這球直接朝著本壘後方攝影機飛去 攝影大哥嚇得閃躲同時 球卻剛好直接命中鏡頭 使得這台機器鏡頭當場炸裂 直接進入三邊名單 彷彿也聽見荷包哭泣的聲音 事後轉播單位也發了一段影片 並表示統一師球團發票我們記過去囉 7月19號新莊龍幫站 二局上半衛拳龍進攻 投手江國豪面對手棒極力極撈拱冠 第一球滑球就試圖砸到撈哥 然後球反彈打到主神王俊宏的左手 痛得他直跳腳喊暫停 不得不請防護員出來 幫拿噴冷凍劑治療 反倒是極力極撈這球只被插到護具 仍沒有什麼大礙 開局第一球就出現兩次球吻 但這只是開端 下一棒張宥明打擊 一號兩外池 江國豪投了一顆偏高速球 隨後發現自己右手指頭破皮 然後他的球褲右邊屁股出現血字 下一球高角度速球 張宥明出棒揮空 球棒卻沒有握緊脫手而出 朝著富邦休息室方向飛去 嚇著富蘭哥心有餘悸 然後雙手一攤砍著張宥明 隨後江國豪保送張宥明之後 捕手搖關尾發現了江國豪受傷 立刻叫了暫停請防護員上來處理 然後繼續留在場上投球 但接下來面對林孝成三壞球後 又試頭砸到打者促身球保送 此時富邦教練團決定上來換頭 由郭俊林接替投球任務 主審王俊宏也蹭空檔 請富邦防護員幫他包扎左手掌 接著林成勳打擊一好一壞之後 好球帶外角低角度的變速球 打者打成插棒反彈球 球直接打到捕手搖關尾的小罐尾 使得他痛的趴在地上 這時富邦防護員再度登場 幫忙拍搖關尾的尾椎 緩和治療過後比賽恢復進行 只是下一球好球帶內角高位的速球 打者出棒打成插棒切換球 然後直接打中主審王俊宏的面罩 王俊宏被打到立刻跪地 搖關尾立刻扶著他 總計這個半局 打者挨了兩次出身球 主審也被球穩兩次 而捕手也意外的下半身中彈 使得這局漢江隊防護員相當的忙碌 7月18號新莊園幫站 一局上半樂天兩出局 廖建復打擊 一好一壞之後 好球帶外角膝蓋高度的適逢速球 但沒有獲得主審青睞 接著朱玉賢打擊一壞球時 好球帶內角低位置的速球 同樣也沒獲得主審青睞 不過一局下半副幫手棒李忠賢打擊 滿球數之後 好球帶中間膝蓋高度的速球 主審尤之興則次減了 判定好球三陣出局 李忠賢氣得跳腳 對於這個判決不滿 副幫總教練邱昌榮 這時也出來抗議詢問主審 而轉播單位撥抱怨前定員 更是氣得大喊 對於尤之興的判決 相當的不以為然 7月23號忠信兄弟舉辦涼水主題日 當天吸引不少名人前來看球 看到這些遠道而來的嘉賓 於是PASSION SISTERS和夏迷們 展現代客之道 群群見到一起主持節目的夥伴KID 直接給他倒一瓢水下去 而KID也不甘示弱的拿水槍反擊 但馬上就被夏迷們水槍攻擊 而三局下半忠信進攻 兩出局月振華打擊時 這時富邦Angels 石妹Kesha珠珠也來到球場 看到他們身上衣服是乾的 然後PASSION SISTERS馬上水槍水瓢伺候 讓他們感受到涼水機的氛圍 接著三局下半打完換場時 看著池妹跟KID正在互相攻擊時 群群再次拿著水瓢 直接送給池妹一個涼快 而正當PASSION SISTERS準備退場時 瑩瑩很貼心的拿著護目鏡 給三位勇闖敵影的Angels 林可也提供一把水槍給Kesha 讓富邦Angels好好享受完水 7月21號桃園思願站 球局下半落後一分的樂天 靠著三次寶狀攻占滿壘 四隊換上流圈打解體陳韻文 一人出局面對林鴻玉帶打 兩好一壞之後 打者擊出一顆一右外野就外飛球 落點在搖滾席後面 只見一右外野手邱志成移動過去 然後接殺了這球 樂天趁機攻下最平分 同時二壘跑者余德龍也跑上三壘 看了四隊總教練林月平相當傻眼 對於這個接球的選擇 球志成賽後表示 這球他並非記錯出局數 當下只想全力接球沒有想太多 但後來有問陳傑仙 得到答覆是那球不該接 而四隊外野教練郭俊佑自責表示 自己沒有多做一道提醒 因為這樣的case 四隊的防守守則就是放掉不接 但場上是年輕的球志成防守 他應該要多提醒才對 7月23號週記富邦中心之戰 9G下半一分落後的相對反攻 富邦換上終結者曾鈞岳關門 只不過一上來先保送許姬鴻 下一棒王正順原本要做短打推進跑者 但曾鈞岳控球不穩再度送出保送 接著高宇杰成功短打推進 場上一出局二三壘有人 蘇維達代打 只不過曾鈞岳接連兩顆壞球後 富邦教練團決定故意失壞球 保送蘇維達形成蠻壘 下一棒江坤宇打擊 一好一壞之後 面對控球不穩的曾鈞岳 相對突襲下達強迫取分 這時曾鈞岳投了一顆偏低速球 打者卻沒有嘗試去點球 造成三壘跑者許姬鴻遭到觸殺出局 同時江坤宇還被裁定出棒 失了局面變成兩出局 依三壘有人球數兩好一壞 氣勢開始倒向富邦 最終曾鈞岳成功三陣江坤宇化解危機 對於這個強迫取分戰術 當時偷手控球不穩定的情況下 是否該下達 而打者是否該想辦法去碰到球 也引發了不少討論 相對總教練彭正銘表示 戰術沒能成功 大家都很自責 會再努力監討改正缺失 7月22號週季龍巷戰 恰逢相對涼水主題是首日 場邊觀眾席上 球迷們玩得不亦惹呼 各種水槍互相攻擊 甚至直接拿整桶水波 二局上半結束換場時 一壘測Passion Sister妮可和短金 兩人搭起了水帳 只見妮可拿了一桶水 趁短金正要拿點盆裝水時 往短金身上倒下去 被潑的一身濕的短金 立刻拿起一盆水 追著妮可跑 然後就在她把水潑向妮可時 卻不小心滑倒 破該跌倒在地 更令她尷尬的是 她左腳的拖鞋竟然卡進腳踝裡面 尷尬的場面 引發其他Passion Sisters女孩大笑 事後妮可更在短金的IG上留言說 我好開心 而群群也搞笑的留言說 抱歉 可是好好笑 這突如其來的花絮 已讓這次的主題日 場邊歡笑不斷 7月25號天武幫榮戰 五局上半換場時 看台上追根beauties練習生小珍奶 與小球迷互動玩遊戲 此時一位小球迷拿著泡泡槍 研究著如何發射泡泡 這時小珍奶過來教小球迷如何玩泡泡槍 而小球迷學會玩泡泡槍之後 興奮的一把抓回玩具槍 然後開心的玩著泡泡槍 整個注意力都在玩具上面 沒有搭理旁邊的姐姐 而不少網友卻相當羨慕這位小球迷 能夠跟女神近距離互動